還在事務階段,那這樣子你們趕得急嗎? 這個算是失敗作,不過我們進行的還是很順利啦 那就好囉,那... 已經好了,已經好了 可不可以把要求放低呢?那可惜不行,因為決定事情無法撤回嗎? 所以你想像吧,不過啊,香土岩的這個你們販賣地名的條件是不會改的 有什麼理由嗎? 在我跟學生會長之前,左右裡進來了 不知道行不行,搞不好,搞不好,搞不好,鏡像是真的兇手呢? 你就是左右裡嗎? 嗯 你知道我名字真是太高興了 香土岩的部員會不知道嗎? 特別你是最有名的呢 謝謝你 眼神死了,眼神死了 你有什麼要說的嗎?我在跟你後面的人說話呢 要賣那個販賣第一名這個條件真的不能拿掉嗎? 不行 為什麼?明明還沒有對全校學生說啊 不行就是不行 你的氣量真小呢 是啊,多虧了你們 啊,你們香土岩的錯,不知道我們這邊造成了多少麻煩呢 什麼啊,這個對話總覺得氣氛很不妙 那,跟部長和學生會長的組合不一樣 這種安靜的對話裡面 雖然看起來是很冷靜的對話 兩個人背後卻有那個猛獸的氣息 本來以為他們兩個人的相信會很好 結果剛好相反 也就是學生會長對香土岩的待遇不會變囉 隨便你自己想吧 是吧,那就對我想像囉 啊,這真的好糟啊 優也,我們先回去囉 但是你還沒有喘口氣吧 夠了夠了 繼續工作吧 那你說好就好吧 垃圾就放這吧 那我就回去了 啊,不知道什麼部長覺得就是那個樣子 你還真辛苦呢 欸,什麼 各種事情啊 我還有事,我就先走囉 等等等等,你至少跟我說些 唉,沒在聽呢 我還是有些問題嘛,不過算了 我還是有些問題嘛,不過算了 回來囉 欸,怎麼了 恩... 回到了房間,只看到了默默在作業的那個佐優里 其他兩個人倒是沒在做做事了呢 小優里,全部都做完了 安安 我們什麼都派不上,都不用做 欸,他一個人就把娃娃裝做完了 這樣比較快嘛 是嗎 不好意思啊,全部交給你了 娃娃裝才是剛開始呢 娃娃裝才是剛開始呢 生育界的承認を受けて 他の作業も始め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遥可さんには練習時間も必要ですし 私も創作料理に時間をかけ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那說要讓學生會承認 那,我們還必須 養家還要練習 那我也必須還要 就是做那些創意料理呢 私が集中すれば 数日で仕上がります 頭部も業者の方に早く仕上げてもらうように 就說要讓我集中精神 所以早點把這個結結束掉吧 まずはそこから始めます 皆さんは他の作業を進めてください 所以先從這邊開始 那麼 各位就繼續進行其他的作業吧 你這麼說也 是說 雖然他不用做娃娃妝之後 看起來是很開心 可是 左右理的態度有點奇怪呢 跟平常的感覺不一樣 難道說他在生氣嗎 為了安安 さゆりさん 変だよ 好怪喔 回到房間之後 就埋頭作業呢 也沒有哼歌了 小優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大概是約跟學生會長講了話吧 偶爾這樣也不錯 他停下了作業 總覺得他臉在生氣呢 你是說 賣 賣東西第一名嗎 是的 鄉土岩雖然沒什麼活動 但是跟大家就很開心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知道 學生會長的評判 也知道 所以 我希望 你能夠撤回 藍藍四九已經出了 你可以去玩藍四九啊 雖然我已經知道 他說這個條件了 我也知道 學生會長對我們的評價 但是我還是有一絲絲期望 他可以收回的 他不收回對吧 就是這樣 那 最初就是Hot Mode了 就是高難度了 哇 可憐的人呢 想著別人的事情 看不到自己的溫柔 有我們 放心吧 有也有我們在 很開心呢 很微妙的釋懷了 總之你們兩個人 一半是開玩笑的吧 那樣子任性的會長 不會讓他再當第二次的 那時候你們剛剛不是說還好嗎 這是這那是那 不過大概明白他們兩個所說的 反正他不喜歡就是外力 給他們加的 加增加的外力啦 不過啊 左右裡你生氣還真稀稀呢 因為很不甘心嘛 因為學員祭是學生的祭典啊 結果讓那些大人介入了 明明本來想要開開心心玩的 這樣就沒啦 嗯我也這麼想 反正就是說 他們意思簡單的就是 原本是自己玩的開心 結果是因為有個目的 他們就 左右裡就覺得不爽了 喔還有老師的事情 還有老 老師借入教 總之我們就趕快 完美的做好吧 娃娃裝的交給我吧 我有看救救第三部啦 這樣可以減輕左右裡的負擔 但是不要熬夜喔 嗯 這個回應反而有點恐怖呢 我也知道為什麼老師對我們鄉土岩很冷冷淡 看到現狀就知道啦 也沒說什麼 這不就是鄉土岩對學生會嗎 看一下黑幕呢 也沒這麼誇張 黑幕是最後的最後才會分出來的 楊佳 怎麼了 剛才就不說話 你想到什麼了嗎 哈 怎麼了怎麼了 楊佳因為聽了太複雜的話 結果就爆炸了 也沒很複雜吧 欸楊佳 沒反應了 看來是CPU已經過熱了吧 哈 沒辦法啊 他畢竟是個肉體勞動專門型的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看看吧 對啊 我老師也不見得 我覺得學生會展應該蠻有細的 結束之後就回家吧 啊 一個人住所以要買點東西 每天都要想想買什麼呢 啊就是不要亂買 像個家庭主婦一樣 今天不想回家 我也不想離開小優的身邊 是不是 在那個干擾 在造成人家困惑之前快回家吧 嘶哩嘶哩 啊還是老樣子 啊送完了他們三個人 我就往到商店街了 啊不要隨便浪費雙親的遺產 就認真點吧 節約買東西 喂那邊沒打折啊 在超市那邊聽到了 啊有些在吵 好痛好痛 喂好好遵守排隊嘛 欸那個不是學生會長嗎 在日用品的 的特價中啊 有些拿東西 然後學生會長也像個 戰士般的去拿東西 結果被 彈了出去 好處 有些人 搞什麼罵 應該要好好的守規矩啊 大君 小君 沒辦法了 那邊是戰場 基本規則是沒有用的 哎 你在外面遇到真是奇遇呢 我還是第一次在商店街見到學生會長呢 我到底是我的事情吧 也是啦,但是總覺得跟你的印象不合呢 嗯,學生會長應該不是這樣的人啊 真是拍謝啊,反正我就是買這些東西的女人啊 我只是想要買東西給我,我只是想要買東西 我只是想要斷了 今天是被媽媽拜託才沒辦法的嘛 也沒辦法拒絕 學生會長啊,他弄了弄自己的頭髮,衣服也皺了 買什麼呢? 對齁,他的歐拜也蠻大的 看就知道啊,就那群人在的那個衛生紙 但是已經不多了,算了吧 但是已經不多了,算了吧 那些差價我就自己出,去別的店買好了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嗯,雖然這麼說是沒錯啦 就是說看了看那些衛生紙的主婦 分析他們的戰力是猛者 恐怕 可以 你說什麼? 馬上就結束了 你幫我拿一下書包吧 欸? 你幹嘛? 你不是想要買那個東西吧? 我就買啦 欸? 我又沒拜託你 在這邊遇到你也是緣分嘛 我馬上就回來囉 主角拼命插旗 就是說他就衝進人牆裡面 總算攻略完畢了 拿到了最後一款 拿到了最後一個 總覺得好有這種達成感呢 總之 那就把這個 獻上給學生會長吧 不好意思啊 啊,就是 害你買了 就是為了我買這個東西 但是 對我現在來講是沒關係的 那 就說你就拿去吧 是這麼沒錯啦 總之 那個 辦公室那件 就是辦公室那個事情 就別在意了吧 還應該很在意的事情 可以嗎? 那 倒不如說你不收下 我就困擾了 這不是你媽媽拜託你的嗎? 是沒錯啦 總之就收下了他的那個 那個 衛生紙的錢 買東西的錢 然後交換 那 雖然是偶然 但是學生會長開心就好啦 那麼我也要走了 現在開始是那些便當 我不知道總菜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便當吧 就是開始30%了 等等等等 幹嘛 那個那個 謝謝 傲嬌 金髮雙丸尾 果然是 傲傲嬌 這是不便的定律 呵呵 這樣我也知道學生會長是普通人 我就放心了 什麼吧 你就覺得好像我是什麼有趣的人一樣 其實啊 在學生會事裡面看起來很恐怖呢 沒辦法啊 沒辦法啊 學生會長就是必須要表現出這樣的樣子啊 沒辦法啊 學生會長就是必須要表現出這樣的樣子啊 有責任跟工作真辛苦呢 你也是副部長吧 你也是副部長吧 為了保護你們布置 你要去帶領你們的部長啊 是啊 如果就這樣子 手剛就是那個 馬 那個 馬的那個 神匠 就是要幫他定位 好啦 那麼就這樣吧 那希望我們達到 行業額第一的時候 可以 可以誇獎誇獎我們吧 那就是在外面遇到的時候 彼此都忘記了互相的立場 那 左右裡也認真了 想要拼第一名 那 在完成的時候呢 在完成娃娃狀的時候 我們繼續再進行咖啡店的設計 申請了空間 決定是屋外了 然後在網路上調查了歷史 然後再調整了菜單 過了一時間也過去了 那 發現的時候呢 外面有一個大箱子 這是 道上村的土地神大人 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的啦 真的有夠可愛的 我懂了 我剛剛前面沒有仔細看懂 就是 他們的頭是委託給外面的人做的 頭是外面業者做的 身體是他們自己做的 就是業者做的頭部 還有左右裡做的本體 在這幾天已經完成了 那就跟製品一樣 這是 有啊 我標題有啊 啊 材料費也節省了不少 終於做出來了 真不愧是左右裡呢 然後真的蠻可愛的 不不不 都靠了業 這是業者那邊有打折呢 不過還真厲害呢 這已經不是普普 這拿出來賣 也不誇張呢 縫的也很好 強度也很高 就算楊佳穿起來亂動 也不會壞吧 頭也跟設計的一樣 做的好 其實還不只這樣喔 我不知道那個 那個手制瓶是什麼意思 它是說反那的意思是說 在某個地方有一個設計的什麼東西 這樣子的話 一個人也可以穿脫 真不愧是左右裡呢 啊厲害 真的可以賣了呢 你怎麼誇我好害羞呢 可以穿嗎 可以穿嗎 嗯 嗯 就是正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把頭運過來的啊 嗯 好期待呢 如果穿起來不舒服 再做點調整吧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優也把眼睛閉上 欸 為什麼 為了確保通緝性 穿的時候裡面很熱 所以說穿的時候要把上衣脫掉 也就是 啊 我知道了 不能穿著制服對吧 我讓你看沒關係喔 我倒是沒有沒關係啦 還希望你害羞點吧 這樣可以嗎 馬上就換好了 等等喔 在校舍只穿的內衣好像很不好呢 他說很貝德 就是那種就是敗壞風俗 你知道貝德這個字我才很訝異呢 喔 在小優的床底下那本書上有寫喔 原來如此 好有興趣呢 拜託你們你們 先把衣服換換好嗎 別趁人家閉上眼睛的時候 就自己展開話題 嗯 不過穿著娃娃裝 還要穿著內衣 還要穿著內衣 啊 嘿咻 嘿咻 之後是頭 欸 穿好了 喔喔喔喔 會動了 登登 嗨咻 道上村的土地神 登場 還有在那邊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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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一隻腳在那邊轉轉轉 楊家輕快的動著 還有就是看著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娃娃裝動著 喔喔喔喔 真的動了呢 要拯救這個城鎮的 要拯救這個城鎮的 要把這個城鎮的不幸全部擊退 召喚 棒球棒 說明一下這個球棒是把敵人撲殺的特殊武器 不不不 你這個也就是把等級提升用物理的方式揍對方對吧 真是吵了 其實剛剛那個有一個梗啦 剛剛 剛剛這句話 剛剛這句話其實是有梗的 這個 那個 就是 就是等級上升用物理 物理咒就好了 這是那個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梗 這是當年 日本 好像是2010 那個糞 糞根選拔 然後有一款PS3 還是什麼的遊戲 我忘記叫什麼了 然後它是一個糞根的遊戲 然後它的評論就是說 當你打不贏對手的時候 不用考慮魔法屬性相剋什麼的問題 你就只要升級 然後用普攻揍對方就對了 那是一款RPG遊戲 這是一個梗 可是我忘記是哪一個遊戲了 還蠻有名的 可能有些人知道 楊佳動起來怎麼樣呢 嗯 手腕有點不好動 不過其他沒問題 我知道了 那幫你調整調整吧 嗯 了不起 做得這麼快 完成度還這麼高 接下來只要調成調成一下 喔白禁招 對對對 Let's Rebell 反而我記得是又一款遊戲就對了 那接下來 就是調整一下就好 啊但是穿的真的好熱喔 竟然也沒像蒸蒸蒼一樣 裡面是密閉空間 而且現在還是屬夏天嘛 這是當然的囉 再動下去我看就要中暑了 可以脫了嗎 啊 可以了 已經沒事了 那就弄趴 好像在洗蒸弄造 把頭拿掉就好了吧 啊對齁 可以把頭拿掉齁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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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的耶 哎呀舒服多了 嗯這樣子就行了 有事要說嗎 嗯 這個娃娃裝不是我們學員記的關鍵道具嗎 我們的目的是要 學員記第一名吧 為了這個 才能拿到許可吧 沒看清楚 原來如此 喔就是說還要做一些申請書 就是要拿到外面的場地 嗯 看著我們這麼有有有有 我們要表現我們的那個 鬥志 就 拿著這個娃娃裝去學生會試吧 學生會長會不會接受呢 總之就上看看吧 還有一個月 其他班都決定了吧 那而且聽說 食物的佔了三分之一呢 如預想的一樣 競爭對手很多 那必須要贏才行 嗯 我們拿著這個改訂版的那個娃娃裝 還有那些企劃書拿了過去 大家看等它的反應 怎麼樣 也是呢 比之前想得多了 以道上士的歷史為著眼這點不壞呢 特別是 那對大牧場神社的祈禱方式 文獻也都沒有留下來了 欸 學生會長你也調查過了嗎 啊 啊 這是我自己的城鎮 我有興趣是當然的囉 是嗎 怎麼會學生會長 但是大部分人都沒興趣 只有一些老人才記得吧 好難過呢 對 時光飛鎖 那就是有些東西都沒有人在意了 那就是有些東西都沒有人在意了 而且這個娃娃裝做得也很棒的 選人技結束搞不好可以激增到哪裡呢 謝謝 所以 還有這裡的一些東西 哪邊跟鎮上的歷史有連起來呢 喔 對了我們要用那個 Quiz的方式 小問題的方式 這不是啊 我怎麼會玩Ellogen呢 我是這種人嗎 對不對 我絕對沒有下什麼 藍絲酒 還有什麼 布拉克莉莉斯的星座 最後他們就在討論問題了 那還有一些問題用紙 然後還有一些正確答案 那在做料理的 就是拿菜給人家的時候 會把這個解說用紙遞上去 那麼答對的人呢 還會對答案 那不對 不正確的人也會有一些 小獎品 嗯 這樣子就可以讓那些 沒興趣的人也認識了呢 那麼菜單也是鄉土料理呢 那就是說 反正左右裡的料理很棒就對了 還有那個 Puff Moth 我看看喔 Cata no Puff Moth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讓他們集合就對了 啊 什麼啊 居然被誇獎了呢 那算也不錯 什麼啊這個 我還以為會長會反對的 沒有想到居然這麼合拍 不對不對 我覺得有違和感 有發生什麼事 就是 就是會長剛剛跟主角很談得來啦 有問題嗎 天啊 沒有 為什麼現在不然 一千夢 為什麼這次沒有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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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找找 找挑骨頭了呢 因為這次的企劃術評價很不錯呢 那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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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才不是為了你呢 你可別誤會了呢 傲嬌 我知道 剛剛的反應 沒有 但 我 看 跟以前不一樣呢 剛剛是不是對小優 交了呢 有 是不是 你知道我們不知道的地方發生了什麼 小優是個很溫柔的人 靠近他 一定學生會長是個壞人 背上好痛 我感覺到他們三個人用視線在刺我 而且他好像是用物理的方式在刺我 學園祭的地點 那是抽籤的 我不保證你們一定抽得到喔 而且你們露天咖啡店吧 對吧 我還要跟老師說明了 別太期待囉 那麼出展的東西 合格囉 我認可你們的正式參加 謝謝你 我只是整查內容罷了 你去感謝你們的部長吧 我不會把優雅交給你的呢 我也是我也是才不會交給你 說什麼啊 你們是不是搞錯什麼東西啦 別在意別在意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你也真辛苦呢 總之我們看了一眼 就是跟會長互相笑了一下 果然哪裡怪怪的 那這邊是學生會的那些規約 你們好好看看吧 因為有食物 所以衛生麵要好好注意 有問題的話會取消 知道了 對了 對了 還有 那個吉祥物的名字呢 啊 抱歉 我們雖然找了很多資料 但是還沒有找到 土地神的名字呢 那 一般 應該文章是